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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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应 优婆色戒经 经戒品 第十五 那我们虽然今天 要赶快讲到这个 第十六品 但是前面我们喜二品 在后面跟着讲得很快 但上次书有讲整个观念 在这个地方 要很坚固的不断的去熏习 那么 要请颜德去局部 这个时候就可以排起来 就上传 当我写得很花的时候 再传就乱了 在七十九页里面 其实我们上次讲的重点就是 你要理解你的信仰 你到底信什么 那佛教里面呢 就是信因信果 信三宝 因为我们是从于听闻嘛 从于三宝 那不能一直是在宗教情感上的 这个相信 你透过这个佛所说的这个真理 慢慢去理解 所以 整个 归结到第七十九下面 讲 富有四法的那四句 他其实 佛就是要启发 我们所有的听闻都要启发 所有的听闻都要启发 我们的 佛要教导我们的 我们可以开发我们的空性智 因为他这个未来是要解脱 所以 我们所听闻的佛法 都一定有无我 无我所的道理 那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你慢慢形成你的空性智的时候 他同时 在同体的时候 你的空性智 不是指 只是空想 因为他从来不离开 现前的一个缘起 所以空性是就于见缘起能正空 就缘起的真实相貌 是体性空气 所以 我们讲空性智里面 天文空性智里面 它不离缘起 所以缘起边说什么 不离你的业果 所以缘起里面业果不失 那在业果里面 你要如实地去面对你的业果 酬长所有的业报的同时 你要心无所作 所以你在面对缘起的时候 同时那个性空智是在的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无我无我所 它不是离开缘起而说 你的缘起 就是你的五蕴结合的一个众因缘法 五蕴就是一个众因缘法 那它的形成呢 是你颠倒妄想 起了一切的现在的假象 在受报的时候 就是 我们讲空性不是空空洞洞 它因果不失 所以 你同时在修空性的观察 就是从五蕴 你造作的这些假合里面 你去观察这业果 那现在这个业果 就是你在缘起里面的 愚痴妄想颠倒 现在业果产生了 你要用空性字 去开始持戒修定 继续听闻 所以 要正知这件事情 所以 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要正知 佛要起我们正知见 所以你的解心 理解 就是要 建立正知见 那实情处就在 我们讲 你就是 以苦为师 因为这个不用外求 因为在我畏证解脱之前 你就要如实面对 不要逃避你过去颠倒妄想创造的 现前的五蕴身心的因缘 那这个 佛说 这个就是苦地 佛初转法轮讲苦地说 不用找 你要成佛 就是要先从苦地政治这件事情 你想离苦 但是不是要躲避苦 因为它不是别人造成的 所以要修行处 建立正知之后 你后面的修行 就是不断的保持正觉 不离苦的观察 为什么你可以 我说你是 正觉是谁啊 已成之佛 那你是未成佛佛 你有没有正觉 有 那你要先建立正知 所以我是佛 我是佛 我是佛没错啊 佛是正能正知的正觉 但是我现在未成之佛 我现在从佛听闻 产生建立的正知见 那你的下手库必定是在 观察 无常这件事情 因为 无常 但 为什么无常 因为刚刚讲 缘起所生 缘起所生 缘起所生是变异性 只要有条件性的 欲见 欲见有条件性 你的身心依赖于自身 依赖于外境 那你依赖而产生电脑妄想 那甚至这种电脑妄想 也就是错的 自伤 伤人的 那这必定是苦啊 那第二个 即便你现在开始端乐修缮了 那你修缮的执着心 你这样的智慧 没有启动这样正知的智慧 你现在修缮 得到的果报 未来的缘起 得到的果报 难道就是真的快乐吗 因为我们还有个坏苦啊 是不是 所以 为什么修缮到后来 你要以后面讲到的整个这个 基本观念就是 你要无着无取 无爱取心 修一切善 还是跟第一个 无我我所 所以所有的正知界 要回到无我我所的关带 那什么叫关带 当苦产生的时候 所以 那个苦就是无常性 我要正 我要一直保持一个很敏锐的一个觉察 觉无常 就是 从知见里你知道无常 但是从观行 观察跟行动 行为 修行里面 你不能离开 你要警觉做一无常这个事 那无常小到你的一呼一吸 对不对 生命在几间一呼一吸 那小到整个所有的顺境陷前 你要这样 关带如暂时的彩虹 受乐 欢喜一下 逆境 关带好梦中梦到谁死掉了 最清洁的小孩子只要没有 没那么严重 醒来就没了 你这一生在面对那一刻 舍抱的时候 就是要 要让你有机会醒来 所以这个黄梁大梦 对不对 黄梁一梦 南科一梦 这个醒来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梦直死 你那时候死 一生就这样 你觉得真的是苦到痛处 可是能不能保持这样觉醒的态度 那就看你平常你的意念信愿不起颠倒 那再去平常的训练 所以这种无常 它小到你呼吸就要让你关带 生命就是瞬息 一口气不来 那到到顺境逆境的修炼 那这样子你知道这个无常 那这无常必定面临热 它会有坏苦 面与苦 它苦苦 它也无常 坏苦也无常 那即便到不苦不乐 你现在念佛的清安 你都不关带 不放逸 因为行苦就是针对我们修行人 有一点定跟智慧关照 那这智慧关照不断保持长觉 不会因为那个行苦 行苦就是你不觉的时候 有一个假象叫无忌心 那这个当中你已经累落了 或者说已经忽然打妄想 那以为这个还是暗热状态 所以行苦是很可怕的 行苦就是心要敏锐到这个 你的知见跟你的定 你的定慧二门就是要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修行 佛陀一直在告诫我们地方 不要放逸 不要懈怠 所以于静中修于定慧 于动中不断的进行 那所以从苦到乐 从乐到苦这种变异心 我已经知道 它就是一个非常躁动的一种现象 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才是苦 你不能说不好的东西我都排除了 现在都是我满意的 我的乐就修到这里 那这叫仁天 这叫仁天 那所以 这个从绝苦里面 绝苦是知无常 无常必定苦 无常故苦 那苦呢 在里面 因为我们的这个 在修学 这个缘起的一个正见观的时候 里面没有找到个真实的我 所以这个知见你会知道 我在爱着什么呢 我在伤心什么呢 我在不舍什么呢 所以这种无我制 是有这样的思维 观察跟思维出来的 所以无常故苦 苦有无我我所 面对你的夜感缘起的时候 你知无我 里面没有真实不变的我可得 所以无常故苦 苦故无我 所以最后这个第四个 这个无我的这个关带 是成就空性智 所以你不能离开 这个 你的正觉不能离开知苦 但所有知苦 你必须从你正知 听闻佛的无我无我智 正知自己的业果 那回到生活的觉苦 所以你要正着看 横着看 它是一体圆融的一个智慧 一个智慧 那不离开你的五蕴身心 这个一个 一样的一个观察 所以这个基础呢 从十七十九页 那就开始来谈起了 那接着要讲八十页 就我们讲 那知苦 那你怎么样 无我无我所 这整体的表现 讲义的这个第八十页 好 我们就延伸到讲义的第八十页 所以 所以 决苦 你要执行这件事情的话 你要无所得行 所以第八十頁要你做的一個事情是 做一件事 什麼事 你要從心地去觀察 因為你這個整個道理 就你還是要回到你的這個 你的心地這個事情 那這個 你心的觀察 那你要學 你這念心呢 要學習 對 有人講到了 很小聲 行捨 那 這個P八十頁 現在書寫這個地方 你可以藉著講義八十頁的右上方 來寫這個 空白處可以寫這個 你要行捨 那必須有法的遺址 佛陀交代的法 你這個法教 就是這個法句 八十頁裡面的 能施眾生樂因 對不起 七十九頁的底部 余眾生心無取濁 失眾生樂其心平等 如說而行 這布施法 你要跟無我之相應 你就從這個法去驗證 去執行 去練習 但是在布施法 八十頁的這個 要講八十頁之前 七十九頁底部 先捨 你的捨的心 那個心態 在七十九頁三頁 那到八十頁我們來看布施法 那所以這個心態上 七十九頁他三大點的心態 他其實就說於盡 既然要捨就不是我只捨 我歡喜的 不歡喜 沒有 他先不取 然後他練習 先練習一切眾生平等 先於盡不分別 所以這個七十九頁第一點 就是說你於盡不分別 那種不分別 就是一個沒有取著 沒有取的心 愛取有 那個取的心 在一開始心態就說 我要行這個布施法 你每次要提醒自己 先不用到後面 我要行那個細則 再分別說這個 這個兩期輕利害利益的時候 兩期輕重取其重 利於眾生的 如果害的話 那個輕重取其輕 還不到那個 那是很後面 要個別法執行的時候 可是你對於這個法的一個整體來講 其實我們最大的問題 還是在分別嘛 所以我對於布施的盡 我的心態上是 我是要利漏一切眾生 所以這個 於眾生心沒有取著 就是不起分別的這種 這種心態 你常常以心 心態面就是你觀念 常常在告訴自己這個 那於後面 於個別緣起 現起 那是在個別修 那不過就順著分別 起正分別而已 可是前面你一定要先 不斷地告訴自己 其實你是樂於接受 然後佛告訴我們 眾生是平等的 那所以這樣子一個心 其實他就在捨不平等的心 執著心 那第二點當然就是 在私樂的那個平等心 有第一個就有第二個 於眾生要生樂的時候 心就依於第一個 產生的平等思 無著 是來自於 無我我所那個緣起 無一時法可得 所以在裡面分別妄想 就是一個顛倒 那這個之間可以行於任何一個法門 包括六度的任何法門 產生平等 那第三個就重要的 心態面 最近事情難 但是你要持續練習 也就是說你聽越多 應該要更如說修行 所以在79頁在 行舍的心態面上的那三點 就是你基本的建立的心態 那來到你行舍具體的布施法 你要培養的很多的 這個心態面更多了 就看得更細了 所以80頁的這個布施法這邊 我們就一點一點來看 一者 能思眾生樂盈 所以動你這個能 這個能是針對你過去就屬於 腳顧自己都要顧別人 現在慢慢你要能 你不要再講不能 能思眾生樂 這個陰 這個能陰 布施的陰 你要 這時候你要培養 你要從陰地上下功夫 那每一次做呢 同時要做到 跟剛剛心態面要相應的 所救不求恩報 那這當中我知道如是因如是果 你看既然有因果夜報 你看這邊講樂因恩報 但是我確實不求 因為我知道如是因果 那反而是這樣的心態 在後面必定當得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 這種因果是來自於捨 能捨而能得 所以因果 我們在聽經文法的時候 什麼是正因很重要嘛 那之後你順著這樣的一個正因去實行的時候 我以前批譽嘛 像那插秧 低頭 其實便見水中天嘛 雖然未證佛果對不對 但水中天是不是我心中的親近一樣 你不要一直抬頭起來看嘛 看天啊 看一下做多少 是一插秧插秧 一直逗退路嘛 碰到田梗 成佛了 跟那水滴滴滴滴 滴到滿的時候 一聲 就成佛 所以你每個當下的那個 該所作所為的 就是 能思同時不求 所以這個的同時尊重因果 但是又不畏 是畏因不畏果 又尊重因果 所以畏因那個畏呢 就是說我只怕我這因地不正 我 我因地正了 我後面 所作的因地正而去執行 後面的果根本就不用去求去看 所以這是一種尊重因果的表現 所以畏因不畏果 所以這個行捨 現在心態面來到這個地方 你要知道 現在在做 你要成佛的本分事 那你未來就不會覺得說 你是在做為別人做 為別人做 原來這個眾生是提供我修菩提道之良的一個重要的福田 再往下看 那麼 原來這樣的道理是借盡而生大悲心 所以為諸眾生受大苦惱 以前不理解這個義理的時候 你會說我幹嘛為他受大苦惱 不是自作自受嗎 我幹嘛去帶他受啊 其實不理解 其實不理解 原來剛剛已經講過了 這個裡面是知良 所以為諸眾生 這個為諸眾生 沒有錯 我們行為上 甚至一般人看到說 你都為別人想 沒有錯 我接受你這樣讚嘆 但是我自己心中明白 這個為眾生 這個為其實是借盡 為眾生 其實借眾生的盡 那受到苦惱 這個受 有個關鍵 這個受就是你內心一定會有感受性 不管是好的感受 不好的感受 但是剛剛前面講過 這個受 苦受壞受 它就是一個無常的現象 就代表你有這樣的苦受的時候 代表你還在夜報當中 那這個報 我不隨這個受 而再去做錯誤的事情 所以這個受的當下 你需要升起大悲心 這個受 所以為諸眾生就是個借盡 受 對 同時在受 但我這個時候要升大悲心 這時候才能產生利他自利 看起來是利他 事實上是自利 因為你產生大悲心 產生大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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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受不用拿開 這個受就是你要 鍵刺苦惱 降伏煩惱的過程 所以第二個 次第受之 所以受到苦惱裡面 次第受之 就是你做一次兩次 小布施沒問題 中布施怪怪的 大布施困擾了 是不是鍵刺 因緣是不是一個一個來 眾生是一個來來 所以是劍刺 你不要一次把自己折損了 劍刺 刺地受之 就是在這個受 一出現的時候 就劍刺苦惱 那為什麼甘願受 因為我身大悲心 這個受 看似別人給你 這個人出現 沒有 你有這種感受 是你有這方面的煩惱 他只是激發出你這樣的感受 可是因為現在的想運 就是因為已經事先有大悲心正見 所以這時候想 就煩惱性就會 我們講的破壞 他有被破壞了 不是在像我未知 沒有聽文正法之前 聽這些東西 好像被告知我要這樣做 得到什麼利益 不是 現在是以自家本分事 你的資量在修行 所以 那當然第三個跟上面講的 如說修行那個一樣 就是你要持續的練習 所以第三個 所以第三個都跟會精進有關 中間不息 雖受是苦 這念心 中不追悔 為什麼不追悔 因為你這念心明白 這個是資量 這個是資量 所以這個 這個 一二三 我就不寫了 那 第二個 在講那個 瘦的時候 我來補充一個 是 瘦 瘦 想 最後你產生煩惱了 再拉開一點 所以這時候布施法 起煩惱了 瘦 我愛 取著內心著相 又不小心 又跟著煩惱走了 這時候又產生因果 就產生 產生 那時候 這當中都有機會絕 都有機會絕 後知後覺 還有機會 也就是說 剛剛這段文的意思 就是 你 這個 代瘦 於外境 好像代瘦 眾生苦 尤其在行布施的時候 不管你當中是怎麼感受 就代瘦 但事實上 眾生只是把你內心的眾生給換起來 這個眾生 於你好你就熱瘦 不好就 所以這種瘦 是不是也是眾生相 是 那這個瘦起來的時候 你要 這個時候有機會 剛剛 這個段文的意思 就是你要起一個 一個 你要生悲 這個悲心要起 那悲我上次有講過 你內心要察覺到這樣的一個感受的時候 這個第一個念 這個念 就是你的想法 所以悲是一個法 你的想法 生起悲 悲心 那第一個想法當然是 我不要隨順這個感受 因為你這個想法 如果繼續再有那種不好的煩惱 想法 那產生煩惱 繼續再 繼續 整個行運 受想行 你就是在增長愛 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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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煩惱 愛煩惱 受想 受想 所以你就不斷增長這個受 所以你這時候不能代受 你這時候隨著自己感受了 那所以生悲這個法很重要 常常叫 我 我逃了 停了 你第一個是拔自己的苦了 悲是拔苦的意思 那拔苦你自己在行捨不失的時候 先捨內心這樣的想法 感受 第二個行 你的牽灘的煩惱而行不失 這時候代受就完整了 有沒有一法 就是那個心 心是沒有辦法同時 他是一叉那線的一個當下 有沒有說我很稱恨的在行這個快樂的不失法 不敢 就是那個是個別作用 所以你看有那種 給的很不爽這樣子 它其實是兩個法在作用 這個叫不清淨 對不對 那我就降輔了這個東西 我給的雖然內心的感受不好 但是你因為深悲的時候 你會調伏自己的深厚意 那個 那個 煩惱降輔而行這個所謂的善法 所以你看你內心戲是很多的 這個就是你內心戲 所以這個深悲之後 假設你這樣講 我還是偏向這邊 屬於那個很不舒服 我很不爽 那種感受 眼睛這個深悲這個法沒有出來 這個想落到第二個 這個想是屬於跟愛相應的話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邊瘦沒有滅 延續到這邊 你這個 再不覺得 你這個行捨的時候 你要趕快跑到這邊來了 你要捨這個愛的煩惱 這個想已經到這邊來了 你要捨這個 這個想已經是屬於這個煩惱 不管你現在是什麼煩惱 這煩惱可能也有那種 你現在給的那個時候 你覺得很了不起的慢也有可能 不一定是撐 就你染著這個境界 覺得很了不起 所以這個來到第二個的時候 你這個捨 你有沒有這個悲心 你有沒有不覺得 你到這邊趕快再繼續延伸 所以你看很多的法 此生此滅彼生的時候 它一次一次的覺 前不覺 那中段正在發生這些 你看這個內心器在這邊轉的時候 你有沒有停止 所以這個你看時間是虛妄的 你內心有的人馬上察覺 有的人要一分鐘兩分鐘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能不能捨心 所以這時候的深悲 這時候你的慈戒 真的就要趕快出來的 那剛好悲是拔苦的肢戒 所以這個力道不強 那你就藉著這個東西要遠離了 要遠離 要遠離 所以這時候想法的 從悲的這個心 必須常常藉著這個 藉的斷惡的這個法 所以藉法 這時候的法 雖然是在很微弱的放光 那這時候藉著這個 第二個法的行程 就是菩薩戒說 任何一個眾生來到我面前 我不給 那我的戒 我就犯戒了 因為犯戒就會談到因果 對不對 犯戒 好 所以這一個 這個法 其實你的內心是很具足的 這些法 透過聽聞這些法 都會不斷地 這個 能生萬法 所以這時候第二個念頭 那第三個念頭 你真的到時候錯過了 那生命 該起煩惱也起煩惱 來到第三個的時候 你已經 取 已經造作了 取就是造作 你不捨 而造作了 你犯了 那其實還有一個機會 不管是當下 是後 當下你還有一個懺悔的機會 擇心 或是一個 這個如法懺 這邊整個這個懺悔 擇心即是懺 那後面書寫了這個 一個 我用 我用那個 紅筆好了 就代表一個法 所以我們常常為什麼要 前面沒事的時候 平常要禮拜悲心 那個大悲慘 是在禮拜這個法 戒法 然後慘法 所以後知後覺已經造作 你也不要放棄 你這念訣 直到我自覺 我是一個佛子 那對到第三個這個起政見 後面的英國約報就如實了 你不要再去害怕了 因為 因地是我們該要注意的 那已經造作了這個後友 就借著慘法 那之後就放下了 你不要求 不要喔 我剛剛那個無心喔 沒有一件事情無心 無心就不絕 所以那個因果會不會被破壞 會 因為你在緣起裡面多了這個了 所以這就是每條親戒 你在關帶的時候要注意的 所以你有沒有很多次機會 你每次去到場 都會看到那四個字嘛 回頭是岸嘛 這個是苦海 你往苦海去嘛 那像你要往政見 你要常常回頭是岸啊 是不是 你只要記得這件事情 你可以來這邊照沒關係 你只要常記得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 那所以 在這個講義八十頁的這個 這個空白處 你就把這個寫下來 就寫下來 就說 這個文藝裡面 這個經文裡面呢 他要 他要讓我們理解的這個道理 為諸眾生受大苦惱 這個大苦惱後面有註解 自己看一下 然後次第受之 次第受之 不只是外境的時空眾生境界的轉換 還有你內心的次第 你一直不要忘記 在講受想型 就叫做內心的眾生境界 所以內心有沒有次第 有啊 一次性的狀態不一樣 是不是 眾生次第 中間不喜 不斷的 不斷的 雖受是苦 心不中悔 因為你的整個修行處 這個就在觀待你的修行 此是知良 那再往下看 他還是在講十二元起知的觀照 在當中富有三法 你理解這個道理之後 再往下去思維 因為 我累結修學的這種 愛取心 這種愛煩惱 275 275 就是所謂的十二元起知裡面的 那種貪戀 境界 內心 執著 一切 事物 包括內心的境界 這個就是所謂的 畏除愛心 因為我現在修行就是要除愛心 除就是捨 所以在畏除愛心之前 煩惱未盡之前 煩惱未盡之前 我藉著布施的法 是要修這個能捨的功夫 能捨 捨什麼 捨所愛 那個所愛就是你的執著是什麼 你放不下的那個就是你的所愛 能捨所愛 那這能捨所愛就是大到外面的這個關係 你的親朋好友那些關係 那開始內縮到變家人的情愛 小到五韻身心的愛著 五韻就是身心的愛著 那最後你的知見 內心任何一個不捨 所以從粗到細 所以就是鎖 能鎖能鎖 一開始那個能是不能捨掉的 因為我們開始這個愛就是因為能鎖心 但我現在就先捨所謂的這個大的境界 煩惱 粗糙的煩惱 能捨所愛 那具體來講就從布施 布施法是整個我們修行最初要練習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法門 那布施我不用再定義了 你們就好好再去嘗試 布施卻範圍太大了 最容易捨的 就是我講容易是相對的 那對各位容不容易就看你們的根基了 習性了 外在的東西就最容易捨 最難捨的就是愛見 愛見煩惱 乃至所謂的見 顏色到你的身體 這個自我的保護能力 自立自私 所以從布施法開始施與他人 施與他人 是借他來破自己的這個愛心 還有第二個稱心 所以在施捨的過程 有第二個狀況產生了 就是對於順境 他對你感恩待的這個部分前面講過了 因為我不求忘報 所以這個已經在練習 可是隨之而來著 不見的每一個人都感激你 他開始來惱怒你了 曲解你了 誤解你了 毀謗你了 所以第二個是更加會去 動搖你這布施法的信心 所以由惡來加而能忍之 忍之我們等一下還是繼續看那一份忍入波羅蜜 我把它放到第三堂課再講 你記得因為我們在修學過程 一定要布施後面 在中間有慈戒 布施慈戒 布施慈戒 當中有一個忍入思維 忍入思維 來兼顧我的布施法慈戒法 慈戒是在鞏固你布施的情境 忍入是在加強你布施慈戒的信心 這個忍先摳著 留待後面第三堂課講 所以到這個地方你可以標一個 師傅現在這叫你們在右邊的 叫你們在右邊的空白處 80頁的空白處的上半段寫這個布施法 那80頁的下半段呢 就是一個忍入法 你可以注明補充講義 持戒而生忍入補充講義 我先標出來了 事實上我要講什麼我大概有架構 可是我每次這樣子分岔開 你們會覺得跳來跳去 沒有跳來跳去 未來你讀大制度論你就知道了 他講的這個三大點 他第一大點底下會講的基本上100頁200頁 那之後再講第二大點 他沒有跳來跳去 他在他的架構底下 所以要習慣這種說法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已經帶到忍入法了 那底下就是我們講的魚吃 這個破魚吃基本上回到第一個正見 魚境那種無取卓心 失樂生平等心 這個就我們講的 你有在關待這件事情 所以你對於逆境能忍善境能修 這個就是你在修 這慢慢有智慧的狀態 不是在魚吃的狀態去分別了 所以這個獸裡面 一開始這個分別都有 但是因為我努力在做到這個低促了 已經藉著斷愛儲稱的過程 你已經在慢慢用智慧在關待平等法了 能分別 所以魚吃是在第一個 無所酌心 相信眾生都有佛性 那我與樂的平等心 這個就處於魚吃心 而後再起我剛剛講的 我兩情侵 這個魚利眾生兩情侵眾 我取最重的那個 所以 而能分別善二之法 這時候就來了 所以後面是不是起正分別了 很重要 所以緣起法裡面一定要能善分別 所以分別善二之法 但是所有善二的緣起 與第一個正見一切法 無自信 那是跟智慧相應 所以你看這樣的說法都沒有離開緣起心空 所以能分別善二就是尊重緣起 因為我知道我現在畏儲 重點在畏儲 你是不是都還是有因有果 你不能因為學無我我所而去壞因果法則 因為我現在是畏儲之心 畏儲我還是凡夫還是眾生的學習的階段 那中間借著精進赤地受之 那個受就是你的眾生性起來了 但你不離開你的智慧的絕躁 剛剛講的正知正覺 一旦你有所著苦就現前 苦現前你就知道 開始悲心要起來了 智慧要起來了 那所以呢 這樣子的話在底下講 才知道這過程你形成 你只要一次一次的心念不空過 能滅諸有苦 那這過程你得到的就是善巧方便 因為每一次緣起都很珍貴 都很不一樣 所以每一片雪花都不一樣 我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這時候善知方便 能交眾生遠離惡法 所以其實交眾生的整個內心系 是你是在建立你的這個所謂的正知見 善知方便能交眾生另修善法 這也是在形成你的正知見 所以你走過一次之後 對眾生在行悲的時候 行捨的時候 在行布施的時候 這時候方便善巧會出來 因為你每一次的方法 發現這過程好不一樣 那於是化眾生死心無疲厭 這個基於大悲心的安住 那這過程當中是因為這個裡面有個性格 你願意這樣做 你不斷地精進不生疲厭 這當中是菩薩法有一個性格 他樂於去關在每一個境界 就是他當作是一個學習 那第二個他知道本分是那資糧 所以我常常在形容 如果你把這個資糧當作你賺錢的 辛苦了 那麼修行很辛苦 那賺錢也很辛苦 你修行有一種收穫 這個才願意心無疲悔 如果這中間你沒有義樂 沒有這樣的一個 常常去做說 每次捨的時候 你有那種 好像捨掉很多的負擔 或捨掉很多的那個煩惱 布施沒有這種感覺 你只是 你只是 人照你的做 你內心沒有把這個當作 每次布施的時候 在行捨的時候 像我上次講 面對到一些路人的時候 我都希望 我的這個動作 無關多少 我這個動作 希望他能滿他的願 那個歡喜 他內心接到了歡喜 那即便第二個 他看著覺得很不屑 或覺得不夠 那這個就忍惡法 忍下來之後的那個清涼 你也感受到那個忍惡 忍入之後的清涼 你看喔 兩種境界你都清涼 你要練習這個 那所以這個呢 你化眾生時心無疲驗 那這個後面的一個更堅固的觀照 就是無益眾生可得 無一法可修 無我 就不是我在修 不是眾生得什麼 不是這個法 一定是這個樣子 所以整個布施的法 的我 布施行這個布施行法 到當下眾生 這當下 會無疲驗是因為 你是站在空性的角度 在關待這些事情而已 包括剛剛前面的歡喜 是因為我未除 我還是凡夫心 所以我是藉著那種感受性 後面加這個一個正見的想法 那個法是立在前面 剛剛包括講布施的快樂 忍住的清涼 那個都是屬於有能所 可到後來這個能所心 越來越淡的時候 你在布施 只是行一個清淨的布施的時候 這個前提是我前面 已經經歷過那個階段了 我有歡喜心 但是你後來那個歡喜心 慢慢的 我想禪定中 很多人會知道這個狀態 就是說 有些禪樂 我要把這種 處在禪定中 快樂很舒服的那種感受也捨掉 不能貪著那個 那布施最後也是這樣 三輪體公布施 也不是藉著感受跟想法在行 因為前面那我經歷過了 我不能在順利二進裡面 雖然是能分別三輪之法 可是這個都分別到最後 修定的時候還是一個勞動 所以行布施法到後來 他一個當下抉擇 給跟不給他都不起憂鬧 所以前面一定要給 要逼自己給 前面描述就是你要捨 就是要破除你的自私的慣性 所以可是到後來 因為有這樣諸多的方便教化 對於二法三法 這個數字已經很純熟到後來 對三二法的緣起現前 你就關待而已 所以因緣成熟當下 你抿醉 智慧慈悲現前 給 因緣的關照當下 不具足 你不給 有沒有問題 也沒有問題 那是後面你可以體征去看看 所以說心無疲驗 這最根本是來自於三倫體空 無一眾生可得 無一我布施的果報可得 我我所 這時候我我所 晉舍的時候 才是真正 其實可以註明真正的心無疲驗 是驗證三倫體空的布施的 但這過程就是不斷不斷不斷 所以從七十九月下半段講到這邊 就告訴你 繼續練習如說修行 那麼整個你能到底下 就是我們在講的 總結好了 講到這邊做一個小總結 為利益眾生生苦的時候 至於生命心不吝惜 所以這時候眾生生苦跟我自身生苦 你要一體同觀 為利益眾生辛苦的時候 要讓他離 那你自己也要有能力 至於生命心不吝惜 所以這舊布施法 他用這種不吝惜能捨來講 那教化眾生修善法時 至於生命不吝惜 這時候就做一個總結了 至他的身心法 皆不吝惜 就是行捨的最終段 那所以這個地方我下堂課寫白板 再跟各位講 我們繼續看八十頁 那這個第五大段 我們剛講這個七十九頁的底部到八十頁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消的總結 就是我們在關待外眾生要拔苦 希望他離苦 那你自己因為透過前面這樣的講說 到你的文思 到你在修行的過程 你已經有一個這樣的能力 能自信能離苦 能捨 這種 我想第一個苦就是你執著產生的煩惱 叫前壇 那能捨之後 那眾生 他當然還不知道 這個他的苦是來自於過去的前壇 那所以今天 在身心裡面 身的不具足 外在的 身要受用外在的資良 乃至自身的不具足 到內心的煩惱 他不懂 但是現在就從你懂開始行捨 先給他快樂 而不是講道理 就從布施開始 所以當然你這樣子的一個 最後強盜到 你沒有不能捨的 你盡量都在捨 就是在琢磨你的身心 你的五運 從外財到五運生 所以外財是娛樂的資良 你的五運生是一個 一個勞動 精神力體力上的一個付出 是不是這些都是要行布施的過程 那所以 至於生命 心不吝惜 所以這個布施的範圍就擴大了 捨財 只有你從行動上 你從生的一個 去付出 到內心 捨掉你的這種 千貪不捨 種種煩惱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的受能 以這個來講 我旁邊 淨土 綠色這個部分 你修淨土行者 你要知道 你的資良 就在現前當下 這個娑婆去轉成淨土 你現在面對娑婆的一些 舞著眾生 還有自己的見著 種種執著等等 持戒就是要讓你盡心 菩薩的義樂 就讓心淨為義樂 菩薩戒 重點就是在心淨 心的清淨 才是你要資良 所以淨土行者到後面 你看阿彌陀經 身無病苦 受 心不顛倒 意不貪戀 那整個就是來自於 你布施法 也在行淨土法 你千萬不要把淨土的念佛 這個念佛 只是稱名而已 主修當然稱名 這個功夫一定是我們的所緣 但整個淨土的定義 念佛的定義 你必須從這個角度去面向去建立基本的政見 要不然你的淨土會變得很自立 應該是說 而且從資良上也不利於你修於往生這個概念 所以 當你的這個 第一時間 那個心不吝息的時候 就是你感受的時候 你已經捨到 這個 這個 所謂的身帶來你的這些所謂的 不義樂境 包括病苦 包括勞累 我們不要講到病苦 就是你在布施的時候 這過程當中的勞累 那個 你看有些菩薩他正是 你們常講的 廢寢忘食的 那個什麼 為利眾生 而捲軀 是不是 你們都是嘛 對不對 就要拿身體去利益眾生 那所以 這個 受 一起來受 你執行 你行動面在生 所以 菩薩會那樣感動是當你這個受起來的時候 你那個 所以 身無病苦受 那病苦包括定義很廣 包括勞累 那個 很遠不想去 這些 你不吝息 你勇於去 所以這個 不依自己現在的感受 而放棄這樣的布施法 所以這個無病苦 那 生的一個不舒適 所以 以淨土行者到後來 就是 那個 最後那一刹那 往生的時候 無病苦受 是因為他在 現在 活著的時候 五孕身心 是用來 行這個部分 捨掉 種種 生的 不樂意境 種種的愛酌 所以他身體真的是用來 做修行用的 那第二個 就內心 身帶起內心的種種境界 辛苦的時候 這當中 我們知道 煩惱就是因為 很多眾生 的那個心的 煩惱 你即便讓他生離苦了 可是你會發現 你現在就好好的 為什麼 還諸多不快樂 諸多的擔心 乃至更糟糕的是 離開苦之後 他諸多的去 算計別人 惱怒別人 所以 你能令眾生 慢慢知道 你的生的苦 生的受用的不具足 是來自於 你內心的諸多煩惱 解疾而來 所以你要令他 離這個辛苦的時候 那你自己的 本身要完成一件事情 叫你自己 於自己的身心 也要練習不貪拙 你練習不貪拙 所以這邊 自他惡力的時候 其實重點都在於自身 你要立他的過程 就看你自身的這個 身與心 能不能 對於這個受想 二支起來的時候 所以第二段 面對你身跟境界的時候 產生的受感 到你內心的煩惱 種種 煩惱就是我用不貪拙來講 貪 貪的不滿足 另外一個就撐了 不貪拙 那這樣子 行於這個善法 那如果以這個善法 來叫布施法好了 修 他不能只是接受這一方 他也要慢慢引導他 例如像有些人布施 他很多的生命之財 可是會使令這個貧苦眾生 他內心還有諸多的這種煩惱 不說破他 但是你會引導他 我們今天有那個義工 要海灘進灘 來去 一起去 那你的態度就是說 如果他因為不去的話 你幾次下來發現 你要善用你的槓桿原理 那你不去 那好吧 那我們有病 你就領不到了 那我們的那個 我們後面有什麼好處 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在經典裡面有講 在同仆奴役那一篇 就是說 這個大護長者 你要請他來做工的時候 他會說 那我給你這個 我來慶祝長工 我給你幾錢 來做一件事情 但你這當中 你不可以喝酒 你這當中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要求他 因為這些都是不善法 所以在大聖經典有很多這樣的描述 那這邊也一樣 你要起他 起到眾生 他要這麼改變 身苦辛苦 前期是透過你能捨去幫助他 可是你要知道 你過程中 你的受想型的這個苦呢 才是真正的輪迴的根本 夜報的一個原理 所以你現在藉著這個修善法 你內心的這個捨貪 對於這個不貪著 這個苦 然後不貪著 不起顛倒 是因為修善法 所以至於生命 心不練習 都講到心這件事情 所以受想 這個型就是你不斷的 因為從來因緣沒有停止 眾生無邊 那煩惱無邊 所以這個型呢 雖然內心的行運造作不斷 但我現在這個造作不斷 就是度眾生的眾生無邊 煩惱無邊 法門無邊 所以這個型有沒有停止 所以我們講的 為什麼能生萬法 因為從來沒有斷過 為你這個型不要起顛倒 你這個型就一直安住正見 去行持你的性 你所性 那就 你看我們的性都講到前端對不對 上一堂課 但是後面為什麼懺悔後面 其實他接一個發願 因為你要再跑一次 再跑一次 所以那過程就不斷地跑 你這個懺悔之後要發願 我要再來一次 發願很多文句 就是來自於 你這些佛的聖言量 你再講一次 你願意再跟從一次 那些都是願 你不是好像搞得跟發誓一樣 不是 就是這些願文 我義樂 我願意再做一次 這是自己教化自己 所以這邊做一個總結 他講的這十二元起之的這個 愛取有 那五運我就把它馴縮到受想型 每一個創那的受想型 那就是十二元起之 要講愛取 那愛取裡面受想的那個造作 那個行運裡面 你關帶的清楚 那行運裡面 若一旦落入到這個取著著象了 那每一次這樣的行運就不親近 那這受想 若是跟你的定慧 信願相應的 這個親近性產生的症結的話 那這樣的行的造作 就是我們講的一切唯心造 那就是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他就是關帶這些五運 具足了這個眾生法性 佛的親近的法性 就在這念心裡怎麼抉擇 那一念造 就是這個行運 要關帶清楚 那底下 我要開快車了 底下的這些就是在培養菩薩的習性 這個習性基本上就是第一時間 就是我們剛講的受想 那個東西都內心境界 可是從外表上的行動 你會看到有這一類的人 你就常簡單 你是不是這一類的狀態 所以富有三法 一、自捨己事先贏他事 有的人 你看 像我在經營那個 很多的這個領書的平台 或者說 比較即時性的Instagram 跟那個Nine 比較即時性 那很多人呢 在別人 在發佈一個善美的事 或佈達一些事 都不回應了 可是遇到自己有問題的時候 就趕快快 你趕快回答他 趕快PO了馬上看 師傅你怎麼還沒有回答我 就有人就剛好就相反 就是對於別人的一些善啦 需求啦 都無聊無聊 也自己就趕快快 對 那就是知識 所以你要知道 自捨己事先贏他事 那 第二個 他不只一次 他常常做 贏他事的過程呢 不節時節 我沒有你馬上做到 我現在講的說 你要有這個 你要有這種形態 就慢慢已經變成到這樣子了 那 最後第三個都永遠都相應的啦 第三個這個 剛剛講 心無疲厭啊 還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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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行精進啊 就是 忠不顧慮 辛苦有腦 因為有辛苦感覺 辛苦 身體上產生的一個正常現象 忠腦是內心不覺產生的瘦 這個都會發生 但是 你不顧 顧就回頭 你一直在看你自己的這個辛苦跟忠腦 回顧回顧 憂慮憂慮 沒有 終不顧慮辛苦 悠腦 這個把它當作是你檢查的機制啦 到後來你有這種形式 你會慢慢有信心說 我確實是這樣的人啊 但是這樣的人到後來你要學習 現在似乎第二個階段 你有發現別人不是這樣的時候 你不要 自腦又腦塌啦 因為你會覺得你怎麼這樣 沒有啊 就是這樣啊 眾生就這樣 但是你不是啊 所以叫做我鼓勵 那在底下繼續講而已 狀態 所以外面是行動嘛 外在這三點是行動 可以馬上可以看到 這個人都想為了別人 這個是這個人 不管什麼時候都看他在 在立他啦 不一定在到場啦 那第三個 聽說他發的辛苦耶 苦苦耶 所以這個外在 你可以察覺到的 那內在呢 你看到人家這一類的人的時候 有跟你一樣的人 你心不嫉妒 有時候你會不會磊弱 我會說你會磊弱 但看到別人做 好像看到自己做一樣 好啊這個我沒有走你走 是不是有隨喜心 心不嫉妒 所以我們兩人一樣在做 但是有沒有競爭性 不會啊 你做得比我好我會很高興啊 所以好的一個主管都是用 會卡手打下手都很強嘛 你要做的只是待人待心嘛 但是你不要擔憂他 當然外面的結構 講到現實面 就是資良那個位置 總裁的位置 總經理的位置 總管的位置 只有一個嘛 所以那個煩惱出來的時候 你要記得啦 這時候你是不是閒人聖人 這時候就要看出來了 就某個控管範內 你在我的控管 這時候你就添魔囉 你的控管之內 我可以待人待心 我隨喜 但你要超越我了 我要出家了 不得了了 驚動我的內心世界 我把你打壓下去 這不行 修行人到 現實面有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啦 我們知道 那如果在一個比較好的公司 就是交給制度嘛 去評估 那越是家族 越是個人公司 他就變人嘛 那人這種貪慎吃就會出來了 好記得 我們只要知道現實面跟內心的親近面 那內心這種親近的狀態 是我們菩薩要做到的 心無忌妒 見他受樂 心神歡喜 見他修善 也歡喜 那這個就是善心的相續堅決無斷 所以你看每個第三點都是 互相連結 法法相生相待的 第三點是一個鼓勵的 那第一點第二點都是你不斷執行觀察 端樂修善的過程 那好繼續 第八十頁也一樣 見他掃善 所以現在見 就跟我剛剛講的 不如你預期的 這就是另外一個面相 見他掃善 心出不忠 毫莫之會 折思多報 於無量是受無量苦 齊心堅固無退轉向 第三個就是當你面對到逆境的時候 你初心不能改變 那你見到少 別人回饋的 回饋很少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樣夠了 這樣很多了 那這樣子呢 就是說 在未來我即便 我這樣連小小事情 我都做不到 那未來面對無量受苦的時候怎麼辦呢 所以一定從這邊小處裡面 把很多的小的不如意處的 都轉成好的點點滴滴 那未來面對到無量苦的時候 你的心才會堅固無退轉向 所以第三個是目標 因為所有第三個都是跟 你的勇猛精進 屢戰屢敗 不休不息 沒有疲厭 那所謂的齊心堅固 這個都會連結在一起 都會連結在一起 那底下 所以第二個是見善的行性 那這段是見不好的禁見 那一樣是保持善的習性 那第三再往下看 富有三法 這個回到所謂的歸一這件事情 生知生死多諸過患 由故不捨一切作業 見諸眾生無歸一者未作歸一 見惡眾生心生靈免不擇其過 第一個見過而內心不捨一切的善的作業 這個作業是指善的作業了 那因為內心已經深切的歸一佛法身 那於外眾生有這個因緣 見諸眾生無歸一者 你願意為他做歸一 願意為他做當然不是移軌上 就引導他慢慢認識佛法身 最後他相信佛法身 最後他去行持佛法身 這是剛剛講的赤地 當你受諸這些眾生的禁的時候 你要赤地受之 那這過程不要因為 這個 對方 你釋放出這樣的善意 總之 對方回饋不好的時候 你不要起撐心 乃至發動牲口去責難他的過失 因為眾生的根基善根需要培養 那有時候你要回想到自己 我也是剛強難化到現在才走到這個地步 你有這樣子自己思維幾過的時候 在面對眾生的過 你就不會好像要判生判死這樣 不是 這時候就是智慧的思維之後 就慈悲的對待了 要這樣子兩個部分要起來 好 那這個是從智的角度思維 這邊要做一個小總結了 就每一段每一段都一個小總結 那智的力量 有時候你還知道他的緣起條件很重要 所以要藉助外在的眾因緣法 就底下的 輕來富有三法 一者清淨善有 二者文法無厭 所以你自己思維的法不堅固 所以聽文還不成就 要多於聽文 那聽文都來自於清淨善知識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講知心 知跟受 受是你在諮詢的時候 在受教的時候 那個智心就是一種誠心 專注 沒有追悔 所以這個叫智心 善知識教 所以從清淨善有開始 你的同參道有 到你自己建立起來的聽文佛法 到這個善知識 那這個就是也要一個一個循環 所以你同時在培養菩薩習心的時候 其實你還是不離開所謂的善知識 聽法的學習 所以這一個重點 這一個文法無厭 文法無厭 那於一跟三 你要成就文法 這個清淨善有 善知識教 這兩個外在的因緣很重要 那整個會歸 這整個總結 就是我們修的 斷了惡法 修的善法 就是良大淚 善法就是慈悲攜 那惡法就是殺到淫忘 所以遠離這個三法是指殺到淫 那這旺沒有加下去了 所謂殺到淫呢 就是跟自己的這個生業 跟布施法有關係的 殺眾生最大的財就是生命 所以即便你不布施 你護身 這個就是一個大布施 那更何況 道本身跟財有關係 因為那個命要依於財而活 所以你不能道他的財 如殺他的命一樣的道理 所以殺跟道都是有违逆這種不施法 那淫 淫就是那種貪心的一個表現 最大的表現 我們最大的這個 這個欲界的這個貪 就是所謂的 我把所有的友情類都當作我要的 那表現在生死輪迴 就是男歡女愛 種種不正當的這個邪淫表現 所以這殺到淫其實都是破壞眾生的 親近的存在 我們的存在 希望生可以六根具足 生強體健 那命也不要常常有病災一樣的中斷 對不對 所以慈戒 如果您從斷殺開始 他其實就是 對這個未來修的這個果報 就會跟布施得的果報 兩個會結合在一起 那道也一樣 那淫也一樣 都跟生有關係 你未來的修道法器 這個生也從斷殺到淫 修慈悲犀 從修過去如此 現在如此 未來如此 發這個願 去執行 過限位不悔 那最後 就我們講 我們就從剛剛講到 上堂課講到現在 就是最難的就是那種逆境 所以我們也慢慢學習平等施 就是三二道 所以這個遠離三法 三十不悔 平等三種施 後面的平等 是對三二道 地獄出鬼 惡鬼畜生 所以我們一開始 從人界的順利二進 慢慢能去意念到三二道 不一定能做得到 但是這個部分 最後拉進來 就擴大了 所以你看從 從自己現前的五運身心的自他 到後來順利二進的擴大 到這順利二進擴大這個法 六道裡面的 極難眾生三二道 遠離三道淫 過限位不追悔 慢慢學習三二道眾生的一個平等會施 修慈悲喜捨 所以整個重點 雖然這些布施法都是一個慈悲法 然後剛剛裡面講不要忌妒 有那個隨喜性 那最終的就是後面那個捨 所以從捨出發 那回歸到終點還是捨 那菩薩修的就是心境 國土境 所以底下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真正的這個 我們四地有下中上 那最後要修學圓滿 我們講上法 發最上的這個菩提心 那這邊用靜心 在修學這個清淨的過程 就是你的標準 拉到最高的時候 大概就是兩個狀態 你這個心 第一個有佛出世的時候 那時候帶出的那些聲聞 聽聞佛說的 所以佛出世的時候 那時候你的根基就有機會 去上法菁心 因為剛講從於聽聞 我們都是聲聞 我們每個人都是從於聽聞 所以只是這個佛出世的時候 從於聲聞 那時候聲聞都已經塑證一個正知見 解脫了正知見 那上法菁心 那就是當佛滅渡 一佛一佛的中間 一佛出世跟一佛出世的中間 有幾長時間 有一種人 他文思已經堅固了 他已經能自能渡了 所以這種立根是他久修聲聞 不於一佛二佛 他已經從聲聞慢慢到能自立的 立根性的原覺了 所以菩薩要發起一個課期取證 我要藏隨佛學 我要遇到佛 因為我現在知道我是聲聞性 但我是原覺的時候 立根性 原覺出的時候 那這時候原覺呢 他要行菩薩道 他能自己行菩薩道 所以他叫原覺菩薩了 所以這種喪法精心 我基本上很 我們菩薩很有擔憂 所以中間那種 我既不出生在佛事 我也為正原覺菩薩能自己行程 那中間這種進進退退 所以我們中間才發起 要到淨土的原因在這裡 那所以等一下這個表格 我在休息的時候 會把它列出來 這段文的意思要結合到八十二頁 善男子菩薩若以喪法精心 妖 妖就是課期取證 或者說 這邊妖也是必須的意思 那從內心你要知道 你若要成就上法精心 一定要限縮課期 我有一個時間段 就是這兩種時間段 八十三頁 這樣子 八十二頁底下 跟八十二頁有連結 因為 為什麼是取這兩個時段 才能修出喪法精心 因為 我們 都是 沒有聽聞佛法之後 我們常常會遮蓋我們的靈覺 之間 會起顛倒 所以 眾生的這個善法 這個善法精心 那個精心 要親近一定是法 你對法的理解 所以眾生善法 有三種 三種產生的狀態 從文而生 從詩而生 從詩而生 從修而生 那麼這個文詩二種 在 這個 兩個時段裡面 就是我們講 這個 這個 佛出世 你聽聞 思維 而能修 那 原訣 它不從聽聞 它從 緣起 法則裡面 它能思維 而能修 這段意思是這樣 但是 所謂從 修而生 是給我們 極大的鼓勵 就是說 我們 本據的佛性 只要發起菩提心 它就不見得要支在這兩段修 它是指的就是我們 在說佛的大部分時間 很多的眾善因緣 現在要開始把 施羅的善法 給它擴到 一切法裡面 都是你持戒的一個範疇 所以 不必然是要有佛出世 原訣 有原訣的時候 你才能修 那這個 可能我直接學 不要等到下場 這段經文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 過去成文 可能都曾經是這樣 可能未成就 未成就 所以這很久的當中 所以 不如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都在做這件事情 但到你變立根 你能自思為而其修 你是從文而思而修 就是有佛 你要生在這個時代 是人家靜心很快 清淨的過程 取清淨的過程很快 原訣就是說 他不一定是從佛 他已經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他已經有能力了 對於十二緣起是聖地法 無礙無疑 所以他只透過思維 他看到這個境界 整個一切法的思維 修於無我我所 至於他們 修的整個度不度眾生 他的大悲心 佛要強調的是 最後能不能立於一切眾善之法 就是度一切眾生 那就不一定 這中間有個大悲心 能不能修 但是 這兩個雖然是很重要的階段 但是我們在畏證之前 我們已經在累結裡面 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至彌勒佛之後 修的眾善因緣法是發起斷一切惡 斷修一切善利一切眾生 所以不是在這一段才發生 法華經跟我們講的 其實他講出的是 你本具的清淨佛性 要跟佛同等的功德 你必須從這個地方開始 你的發心不是從斷自己的生死開始 所以眾生一切的善法因緣 就不一定是這二時 這兩種時間而有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短暫的 我擷取生命的一個短影片 讓你看到這兩個階段 事實上我們應該從這個廣大的角度裡面 去發心 你看這裡面剛剛一直強調慈悲性 菩薩性 當你可以從這邊 未來人正空修於涅槃 你要再度眾生 除非佛讓他回家好像大 是很難出來的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當中有一些進度很慢 那這個人流浪生死 但佛肯定你的發心 最後你有機會碰到一佛 或有機會修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就要從空出甲才出得來 因為這時候的肌根本很厚實 所以你不要覺得慢 發菩提心 魏力眾生 開始要走向金字塔頂端 你這邊慢慢修 快快到 那有些人快快修 他慢慢到 因為他卡在中間 他滯空 他停留 如果 置於化成 這樣講 不免辦法 因為他是 他們的無我無我所 但我意思是說 若以法華經的角度來講 他進入這個化成 唯有佛才能度他 諸他成佛 所以你看 阿彌陀記裡面 為什麼有多 那個聲聞原訣裡面 為什麼多不可數 因為大部分 我們都是用回入 回入菩薩道 回入行的 我們不是直面行的 直面行就在這個地方修就好了 釋迦牟利佛本身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那我們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菩提心 而行心境 能見國土 所以這個是直向行 直面 直面你的本性 本居功德 直面你的五運眾生 直面你的一切夜暴緣起 因為你有菩提心 這樣的信願 來做依品 那這件事情怎麼樣 講到最後 總結還是這句話 出家 我們進入到這個地方 要修 看起來容易 剛講 很容易 但在家中 一切善法 這邊 從這個角度 就讚嘆各位 在家中行菩薩界 是難能可貴的 這個是 是 直入型 那出家中的法 進入到這個是屬於回入的 我們叫回入說佛 這個回入真的不是 你現在到時候在回入說佛 你講得太容易了 雖然我們現在念回入說佛 要進入到在家菩薩 修事不為難 這時候你要聽出佛的讚嘆 佛是在讚嘆直入型的菩薩道 甚為難為難能可貴 是在讚嘆這件事情 不是說你才嫁不清情 難受 不是這樣 要賭出這個意思 這個大制度論裡面 我們有講到直入型 悔入型 那你就要把這個想成說 本身地裡面的佛菩薩 佛在講他的過程 就在講走這一段路 是難行難行 那別講到淨土的這個部分 就屬於我 或是說正生 先自求正生是解決的自己 那個屬於回入型 他必須要再回一次 涅槃 回出涅槃 簡單這樣講 這問題等一下你們可以再問 先講到這邊 所以這邊講的一切善法 只要你發起菩提心 那他二六十中三大節 任何時間 未成就 乃至未來成佛之後 以成就 都不離開這一切 度眾生的一切善法的發行裡面 所以講到後來就不離菩提心 結果你即便遇到佛 進入到身文 快速成就圓決 乃至最後行菩薩道 這個過程 這兩段的時期 是修善品盡心 但是在立他的過程 現在在鼓勵我們行菩薩道 會有這個階段 會有這個階段 現在不做評判 有這個階段 但是 這個眾生善法裡面的利他 是跟這個發行有關係 發行有關係 這段可能不用照了 這段講解一下 我們進入到這個第 講到這邊 就是第十五品的一個 一個小總結了 發行 發行 那現在在斷惡 跟我們狹階的這個 比較狹義的這個淨土法門 他 不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念佛心旁邊 空白處你可以標出 一種稱名 意念 意念功德 第三個正絕 懂我的意思嗎 等一下我再寫 所以 普賢行 藏隨佛學 就是一個念佛心 那那個 大士之的念佛 他也是一種念佛心 但是這種事跟理 整個這個層次不一樣 都是一種念佛心 就當修念佛 念佛 念佛念法念生 三寶 敢念三寶 現在把它說成一個 叫念佛 若有自心修念佛者 世人則得禮內外 得禮內外惡不盡因緣 尊長悲慧 悲慧 慈是語樂的話 悲就是要拔苦 因為智慧 悲慧 這種 由拔苦的心 離苦的心 知苦離苦 那方便善巧 修拔苦的種種的方便善巧 這個智慧 我們要的是這個才能解脫 那麼繼續往下問 世尊當雲何修啊 善男子當官如來有七種聖事 顯然這段因緣是在念佛 是在指念佛功德 意念佛功德 所以是從知見上去建立這件事情 而希望你的建立的正性產生未來 要發願到淨土常遂佛言 常遂佛學的這件事情 從頭到尾是一致的 所以知見上要先對嘛 正見產生的正性 而發起怨往生的行詞 後面的怨行 所以你的性裡面的正知見的這種 就是常常是要意念佛功德 意念我是佛弟子 產生的後面的怨跟行 所以顯然稱名發願往生 那個後面產生的 你這個常常講佛呢 有具有聖身如法住 以及至聖聚足聖 行處聖不可思議聖 殊聖的意思解脫聖 那這七大點 我等一下寫白板歸一下 那我會念過去了 因為要快一點 那所以白板插一下 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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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雲和聖 聖 雲和法住聖 雲和智聖 居足聖 行聖 不可思議聖 乃至解脫症 那我們就是把我們從前段文講的念佛 念佛的定義先講清楚 是否 就是我們修行 就是先從佛聽聞到能念自信佛 產生圓絕修的時候 叫行菩薩道 那你就是像我們在淨土法門講的念佛是指稱名 是佛號最基礎的從心 知道這個佛號重新發動聲能理口能稱 對不對 所以這是我們修意的所謂念佛 那無論如何都是從這念興起 那這念興起還要再更深層一點 像大勢志元通章 他的念佛想佛 他的意念 大勢志念佛的元通章 他不只是那個什麼相緒不斷禁念 禁念 禁念 就是禁念相緒是指 他那篇文章裡面有一個重點 他佛有十二佛名對不對 他是余諸佛蕾佛裡面 他承載著對佛的想念功德 那想念不是我想 他雖然批喻如子想母 如母想子對不對 他雖然用批喻 但是那個批喻的法 這個功德 他講的最後還是法這個問題 佛有什麼功德 所以念佛意念 一定是佛有什麼功德 所以我們在前幾堂講 你要義佛三十二相功德 佛在因地怎麼修三十二相 是不是法 所以你們念佛都不要太狹隘 當世之的念佛 他的隱藏的這個義佛念佛想佛 是他感恩念佛 他念佛的功德 結果他操作在禁念相緒 我們就把他狹義化成念佛的禁 佛號不要斷 那是世修耶 你的心法 你的心法 當世之原童章 他是楞嚴經 他是心法 所以他裡面呢 念佛有什麼功德 當世之念佛的那個念佛有什麼功德 除了三十二相 我們第一大點 三十二相 佛成就的這個你三十二相裡面 到他告訴你佛的解脫法 這整個內涵 就是你為什麼要念佛 因為這七種 念佛的實 實 得 能 所以這七大點 佛 這整個就是講 有真真實實 真實不虛 佛為我們說法 三十二相 最後的圓滿成就 生死能解脫 眾生可渡 五分法生的三分界定會可成 解脫 到解脫之間 十 再細講的話 就是 真實不虛 依著這個佛 他告訴我們 意念佛的種種的善法 那個得 我們看到佛 他已經示範 他的這個 這個什麼 智 要成就智 所以我們聽文法要成就智慧 那智呢 就是我們從的這個 這個經文 就是我們講的 佛呢 他肆愛 肆愛智 第三點 肆愛智 非諸生聞 原訣所及 世民至聖 這個在講佛的智慧 那麼 佛的智慧 會展現出來的所有的行詞 具足行命 保持正命 保持這個清淨的戒 行詞 這個知見 具足 戒 所以戒呢 也是要清淨的戒 那所以由智慧去觀照 你這個 你這個 戒 那當中由戒 而罰得 定 修三三昧 九次地定 九次地 這個定 你可以自己寫上去 九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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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個次地的定 非諸聞 遠訣所及 世民行促盛 所以這邊的第三 第四 第五 就是由慧許修的戒行清淨 修定的一個劇組 成就三昧法昧這個智德 那這樣智德呢 善巧方便智 就是度眾生的願 度眾生的神通 度眾生的本願 那到第七個 成就五昇法昇 這邊的解脫是指五昇法 解脫跟解脫之見了 從見到這邊已經到解脫之見了 解脫 解脫之見 第七個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我們成佛的這個解脫生 所以不是聲文的解脫 這邊已經一次解脫嘛 你能成就三昧法昇 但真正的解脫之見在第七個 所以這個能基本上 就是他的本願 菩提心 這個願是指菩提心 所以方能度眾生 那度眾生種種善巧方便 所以菩薩界講到後來說 你的三昧法昇俱咒 悲心所起 那修種種的這種顯現神通 所以如來 菩薩八地以上乃是菩薩 他們展現著種種神通 這邊講六種神通 非聲文遠訣所及 所以經文的八十三一代中段 你可以在經文裡面各標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這七點的歸類 就是要去相應 菩薩整個內外諸惡不禁言 你先從念佛開始 所以在念佛有稱名 有意念功德 有正覺 這個覺就是你在修這些過程裡面 你就是覺啦 所以你要念自己的本性覺 但是他具體來講 你從稱名 從法的思維 那去成就你的本性的功德 這個叫淨心啊 淨覺啊 所以你的這個本具佛信 是表現在這一念心裡面 這一念心 念佛 念佛那 由這一念心 來創造 稱名 去生禮拜口的稱名 來這心呢 跟法相應 跟佛的功德相應 那你就不會只是讀文字 原來這文字裡面 這個八十三頁裡面文字 就是要講你的常應儀 自己是念佛 那念佛的根本就是念絕 那念絕的這個法在哪裡 意佛功德 那意佛功德 在世修觀三十二項 我們前面講三十二項相品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回到慈戒啦 所以他就是很具體的 從理 理性俱主對不對 那從理劇主 事怎麼劇主 就開始從身口意裡面 去做文師修的動作 那這個地方 整理完之後 我就不帶各位看了 所以這邊直接講到 事故 設立佛 於氣經中 所有佛教導的這些語言裡面 讚嘆如來 具氣聖法 所以你看這個經就 氣聖法 那平常你們讚嘆的是什麼 因為你們都讀什麼 應共如來 正片之明心主 就那十種 其他就不會了 原來這邊還有七種 就在讚嘆佛的實德能 所以你們在讀大制度論 在讀為世的時候 都會講到佛的實德能 那你看大制度論跟空政見相應 為世跟盡心法相應 就是你要常常意念佛的功德 那意念你自己是本具佛的功德 所以才能起修啊 所以從三十二頁相品 前幾堂課在講 三十二頁相品的這個詞界裡面 就在講那個佛的三十二頁怎麼具足的 它實實在在展現 在法界讓你看 真許不虛 所以叫死 所以如來從觀不盡乃至得 阿尼多羅三秒三菩提 這過程都是法 不盡觀也是法 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對峙的方法 很重要 但是你不能一直停留在這裡 你要從觀不盡到觀佛的親近 這些都是我們要學的 從莊嚴地 最後解脫地 甚於身文匹之佛等 事故如來明無上尊 於此我們再往下把經文看過一遍 就是說 如來世尊修空三昧滅定三昧 四禪時被觀蛇因緣 皆曦為利諸眾生故 所以回到本願 本願還是在此 那麼成就之後呢 如來正覺發言無二 故名如來 所以他不會偏以理廢事 或是從 我們反而會看到佛的很多教導 是從事入禮 所以發言無二 四是很多緣起現象 禮與空 就是我們講的空的政見 所以他空不離開緣起 緣起不離開空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發言無二 故名如來 如往先佛從莊延地出 得阿妮多羅三昧三菩提 故名如來 過去的佛 都是從這樣子的一個陰地 起這樣的莊延發心 這個莊延是指菩提心 所以聚主獲得唯妙正法名阿羅漢 阿羅哈 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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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受 所以這時候才講到那個 應共正片之 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名號就是 從這個地方出來了 理解了這些 那佛的另外一個讚嘆 我們講的讚嘆為阿羅漢 接受仁天共 應共 那沒有偏廢任何一邊 不偏空 不左右 正片之 絕了二地 世間的真理 世間的緣起 就因果法則 世間的這個所有的這個現象 不壞世間的現象 所以世間有世間的鬼則 那真地 與空相應 所以這個真不離俗 俗不離真 所以正片之 明三秒三佛陀 所以阿羅漢 應共正片之 所以取這十個前面的三個 這樣的明阿三秒三佛陀 所以這個三秒三佛陀 就是正片之的意思 所以三個佛的功德 在這個地方 就是阿羅漢 應共 然後三秒三佛陀 那你三秒三佛陀 下面寫那個 正片之 那從一路來 就以戒為師 就是修協一切善法 修持境界開始 修足三明 所以叫明行足 不再輪迴中 不斷地受厚有 所以我們能善了善事 顧名善事 知二世界 眾生世界 國土世界 民世間界 所以這個善知 這個已經開始要騙知了 善事又善知 所以能知所謂的眾生界 跟國土界 所以民世間界 那調伏眾生 善調 我們講的 善調眾生 叫做 這個條育丈夫 那使令眾生 不生不畏 能離苦得樂 方便教話 能離苦得樂 所以叫天人師 最後一個稱號叫佛世尊 佛世尊就是知一切法 又行一切法 顧名為佛 能破四魔 四魔各位知道吧 從煩惱魔開始 但是最後到死魔 都能克服 那你以這樣的心 出離心 修出家法 那天魔來干擾的時候 那才有所謂的 天魔外道的魔考 所以四魔 你們自己看一下 你的五印身心 就是一個魔考了 所以五印魔 迷失在這個五印的身心世界 你的慧命呢 就沒了 你重視你的色身之命 玉界的命 然後輪迴 那你的慧命 就演習了 所以生死法 你的五印就是生死法 那這五印怎麼創造的 就是種種的煩惱 生中百八 一百零八等煩惱 我們歸類108 能腦亂眾生的心神 奪取慧命 那死魔 其實都相關 煩惱創作五印身心 五印裡面不斷纏繞而不絕 叫五印魔 所以煩惱本身就是 每一類的這種 一種魔考 那這種煩惱呢 賦予身心的交纏 不斷地藉著身 再去執行煩惱 煩惱再去滋養你的身 再創造這個身 就是五印 那這裡面不斷地 生生死死 生生死死 令眾生 腰上餘末 使修行人 很多東西 都快起煙起火了 就斷掉了 重來重來重來 這個就是死魔 那當然最後 你這個一二三 在修行的過程 到一個成就的時候 天魔就會 外在的因緣 外在的干擾就來了 天魔 這叫四魔 能破四魔 在成佛那一刻 整個總結 就是驗證 你煩惱已熄滅 五印身已經不受 死魔無所畏懼了 焉不受後有 你就沒有死 這個事了 那最後天魔就出來 在你的樹下成佛 來考驗你了 那這個就是佛成佛當相 同時破了四魔 名婆且犯 婆家婆就 你們現在看要是經 那婆且犯 翻譯成 婆且犯 另一種翻譯 所以這樣子呢 再一次的觀如來行戒定會 所以我們這中間有講到戒定會 一個七種殊聖裡面 那個描述的第三點 第四點第五點 就是在行戒定會 佛示範這樣的一個過程給我們看 都是為了利益眾生 又於無量無數世中 冤親等力無有差別 這個前段我們就講過 我們的菩薩行詞裡面 要練習這件事情 那佛已經真正做到冤親平等了 無有差別 那麼我們再講 這過程都是要斷所有的煩惱 無量眾生故能斷無量煩惱 因為你當中講戒入眾生法界的時候 我們現在年輕人是不是講戒入感很強 所以我們現在看電影都要戒入感 所以去買比較貴的門票 那個叫 親身臨近是吧 身臨親近 糟糕 身立其近 那種戒入感 那你的菩提心要能不能親近 你要戒入眾生法界 所以才叫戒眾生 那個獸一起來的時候 哇這個眾因緣法外眾生內眾生 這時候你就是修行的地處了 所以無量眾生產生了無量煩惱 而知種種無量的苦 而最後你學種種的法門解釋無能的苦 所以一一皆知一一眾生 唯一煩惱 無量視眾受達苦惱 會有這個現象就是不知出離 但我們佛子行 我們菩薩行就是因為保持這個正覺 我們不斷的翻迷轉悟 因為我們知道常常會翻船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在訓練翻迷轉悟 翻迷轉悟 所以以這個角度 你應該是歡喜跟感恩 有這樣的一個修行的境界 所以如來世尊 以這樣的角度來告訴我們 為眾生故難失能失 難忍能忍 那佛的後面的兩種莊嚴 我們就用念的 莊嚴禁跟果報禁 如是惡盡因緣立故 從初始始至後始始 來 295 296 看一下 初始始 始善 始波羅蜜 那始善就不介紹了 始波羅蜜呢就是六度後面再加方便願立志 這個先知道明相了 沒有辦法再一一講 那後始始呢 那後始始就是佛成就之後的 具有十種莉 所謂的這個 我們講十五位莉那些都是 處、非處的志 當你在非處的時候 你的志現前 當你一手果成熟的這個狀態 你的志力現前 經歷、解脫、等辭 這個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講 你們看一下 根上下之力 種種聖解之力 種種戒之力 騙去行之力 樹柱隨念之力 生死之力 漏盡之力 那這個字很細微 真的 我們在有因緣講大制度的時候 這邊再跟各位解釋 我們先放著 好 那麼 從 這邊講這個意思 從初發心的凡夫 這種菩提心 這個死時 到後面成就佛果的時候的死時 其實是過程 如是惡境因緣力 就是莊嚴境 莊嚴什麼最莊嚴 菩提心的莊嚴 那最後果爆的莊嚴 所以莊嚴境就是從初始時 你要發菩提心 結果果爆進佛成就佛果的時候的後始始 這兩個對應一下 前文後文對應一下 無有人天能說出這樣子的當中 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因爲就確實如此 如來聚主八萬應生 眾生文智 不生厭禮 以是因緣 如來勝出一切 身文疲之佛等 這是在佔佛功德啊 善男子 若能受持優婆色戒 欲盡戒者 我們 現在又回到 這個受持這個戒法 所以聽了到這邊你就知道整個發心 到整個菩薩要做的事情 優婆色戒經裡面要講的道理都在這裡面 雖然我是借著六重二十八七 把那戒相條條分明這樣講 可是他每一條裡面的內涵 都必須有這個法的思維 所以要受持這樣的一個優婆色戒 而能慈戒清淨 當作如是修念佛心 若修念佛 世人則離內外諸惡不盡因緣 增長悲慧 能斷貪嗔痴 聚足成就一切善法 這句很熟的字眼 三男子 菩薩二種 一者在家 二者出家 出家菩薩 修念佛心 事不為難 而在家修即 這樣子的個念佛心 事乃為難 何以故 在家之人 多惡因緣所殘繞故 所以再次強調 不是說難不能修 是說你們很難得 那是因為難修 因為你們境界很多 所以境界很多 好 那當後面就是我們講 最後布施呢 以念佛 我們還是以平等心 與切法 一切禁 所以眾生禁是我布施的對象 那現在回到念佛這件事情 我們再把範圍說 修到供養三寶 供養三寶 所以這時候的念佛呢 就回到這個真正的這個 三寶的境界 就回到這個地方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 是不是講廣也在講這個 一個細微 講廣的地方 藝禮 非常的出身廣大 禮觀 要面面 要廣大 但世修呢 我可以說到 這個供養三寶 以佛為我的福田 好 我們接下來看 這個第87頁 供養三寶品 第17 三生炎 世尊菩薩 以受優婆色戒 父當雲和供養三寶 佛說 善男子 世間福田 凡有三種 包恩田 功德田 貧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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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前有解釋過了 那這邊我們再來看一次 包恩田 則 這種包恩田就是上田 就是很肥沃的田 所謂父母師長 父母師長 那師長裡面 有眾多師長裡面 就是你的醫子 你的和尚 這和尚有醫子和尚 或說你的這個 這個 這邊講的應該是醫子和尚 他不能只是指這個 這個梯渡 或是歸醫而已 所以梯渡歸醫可能都在師長裡面 那這邊和尚特別要註明 你的醫子 那醫子是你要學法 不離開這個 醫子 或我們之前 他們在藏傳講的上師 你醫子這一個 教授和尚醫子 醫子師 所以師長有包括 世間跟初世間 那和尚他這邊講 初世間 就專指你的法的教導 學習的這個善知識 因為他這個第三個 這是父母生你 師長是你學的世間法 那開始要跨度 這個師長裡面有開始有三歸一的 你受戒的傳給你這個戒法的 到後來你已經入門學習 不斷的文師修的這個醫子和尚 因為這個就是讓你開始要成佛的一個恩 叫報恩 從生生到法生 這個是我的報恩田 那功德田 那功德呢 什麼叫功德田 從德元法 元法 就是暖法 暖 頂 忍 是第一 就是你在修學法的過程 你現在開始向內 所以這個屬於內閒 內繁衛 閒 你是一個閒善之人 那這種閒已經有一個堅固性 那外繁就是通常我們受到外在的一個啟發 啟發包括刺激 善惡這兩種元的刺激 所以外反都會有很多勸修 很多外面的這個因緣來啟發 但是那個內反通常是從你的法的思維 你開始有一個修定安住 那修定安住的一個覺知裡面 知 一支兩支的知 那知 就是那個知 七覺知那個知 你開始在這個定的覺知裡面開始修觀 向內 在這個地方修這種知量的時候 這個定慧的知量的時候 一開始的第一節 就像那個熱度 你很樂於在內心保認這樣子 這樣子保認的狀態 第一個就是那個暖胃 暖胃就是說 你現在對法 對這個布施法這些東西 基本上是不退實的 有因緣修的時候 但你內心已經除去了這樣的煩惱的一個陷起 但保持在定慧的觀察 這個暖 這個就是把它拉到你的這個修學 這個指觀的過程的第一個結位 就是暖 那這種公田 這個公德 是屬於項內的公德 所以我們現在說你的田 就是你的心地功夫了 所以公德田 是指你在修這個所謂的斷煩惱的這個部分 這個才是真實的功德 因為如果上面的報恩是一種福的話 不可以少這樣的福 但是這個福要支柱 你把福德轉成功 心地上用功 所以你要修指觀 這邊暖法就是指觀的第一位 暖頂法是第一 所以這時候公德 你這個就叫心田 這個心地 心田 那對外 所以佛三寶 佛跟眾生 那顯然第二個是叫什麼 第二個叫心 所以心佛眾生 這個眾生是指特指一切的窮苦困惡的人 所以你的心有沒有功德 那就看你定慧的觀察 能不能捨 能不能捨 所以這功德呢 那藉著布施修能捨忍辱 產生了一個定慧的下茂 的最初叫暖法 所以功德田 所以原來你知道 從報恩田跟貧窮田 原來是幫助我修功德的 這樣清楚嗎 那如來是尊是二種福田 佛讓我們報恩 所以我們供養佛 種種的香花燈供養 是一種報恩田的相狀 可是種種這些東西 你內心要修無所求的 這些一切能捨的內心的狀態 叫功德 那種種從於佛邊聽來的如說修行 所以你供養佛的就是如說修行 也是功德 所以它具有報恩田跟功德田 我覺得你會講話 法易如是 剛如說修行講到關鍵 如說修行成就即功德 但佛要你報恩就是如說修行 所以如說修行 具足的報恩跟功德 這兩件事情 所以法易如是 是二种田 所以只要你的心回到法这件事情就对了 你做这件事情一定是有法的思维 然后这个法是佛所教导 这个如法而修 那么众生三种 所以佛是两种 那法的这个田也是两种 就是那个报恩跟功德 那生就三种了 所以这边把它拆开来 佛法生那生就是报恩功德跟贫穷 三个都来 以示因缘菩萨以受幽佛色戒 应当自信请供养三宝 所以上半段是讲这个三种田 那下段是讲三宝的个别 成就了报恩田功德 佛跟法 那生成就了报恩功德跟贫穷 佛跟法不会缺 那生会不会缺 那当众生有缺的时候 你未来就不会贫穷 是这个意思 善男子如来即是一切法杖 是故智者应当智心情心 智就是 所以智心就无所求叫智 没有恶心叫智 那智呢 就不要只做一次 所以智跟晴很重要 智心念佛也是道理 你不要想东想心的 念佛就好好的念佛 所以你要在供养 如来呢 供养你要智心的供养 那要晴 晴于供养 那供养有好多种 生生灭生形象草妙 生生当然就是指佛在世 我有机会供养 那是最殊胜 那298你们自己看注解 这个生生就是托于父母所生的 具有三色相之佛生 那灭生就是我们讲的 佛灭多后的法 这个你供养舍利 留存的舍利 那形象就是现前你看到的 这些这个流传注释的形象 那最后佛塔 你看这个 我们现在看的塔庙 我们现在建立的这些塔庙 都是 所以 其实应该讲佛的这个生生 法生遍一切处 那硬化生就是看缘起 那这个报生 你要能证得菩萨道的时候 你才能清晨佛事 见得报生 所以这边拉回来讲 若于空野处 无塔相处 常当细念 尊重赞叹 所以没有佛像的地方 你很难想象你还能不能升起这个 细念的心 念佛的心 尊重赞叹 所以你们要把握现前有这样的三宝因缘 当你建固这样的心愿的时候 当于空野无塔相的时候 你行持在 或者说住在那段时间 行持在那样这个空间里面 碰到这样的无塔妙处的时候 你其实自己能不能心 所以你心能生万法 外面的相终归坏灭 那你应该自作却能作 那见能作使心生欢喜 前面有讲过了 我菩萨有一种随喜的心 如其自有功德利者 那你有能力了 这功德就是刚刚讲 你内心对佛法的之见 已经信愿具足了 正见坚固了 那你要展现在这样的功德力 就代表 我刚已经定义功德是内心 这个法的具足力了 那你这样就已经具足 这个叫内心已经强大了 坚固强大了 叫功德力 那要展现在外的身口 就是你的展现出来福报力了 要当广交众多之人而共作 要让大家一起来跟你做相同的事 既供养已 于己身中陌生倾向 于三宝所亦因如是 修供养的时候不要有那个拍子 这个可以吗 反正你供养的时候 产生这恶心就不叫自心 所以你凡有东西要供养 除非你这是很离谱 就是我上次讲的 你没有用到不要的才拿来 但凡你第一时间想到 你想到威欠佛身 你想到佛任何东西 你看那个阿育王的前身 抓一把泥土供养 世尊 那个就是一个 他当下一个没有分别的心 他供养 所以自心 陌生清想 于三宝所 进入到三宝的处所 也是保持这样的心 尊重己灵 你本具佛性为证的佛子 入了佛之保守 这不是一个感应道交的情况吗 所以凡所有共享 不使人做 不为胜他 做食不悔 不使人 不使人做 就是说你不要等到人家讲 你才要做 所以不使人做 不为胜他 不是因为起烦恼害怕了 才要做 不是这两种心 那也不是做食的时候 开始在那边信 说该会拿太多 或说该会拿太多 这个都是悔 追悔 也不用这种心 那心不愁恼 那何掌赞叹 恭敬尊重 少至一钱至无量宝 那这边的描述都是少分 302是 盐是一杀一成一现一毛 这个大圣经就是跟你讲 不在东西多少 一钱一盐 一花一香 乃至这个法的供养 一战绩 一礼拜 一扎 一食 这一食没人一食不一样 若自独作 若供仁作 这个都很殊胜 就是那个自心情心 所以善男子 若能如是自心供养佛法身者 若我现在即涅槃后等无差别 佛刚讲二十当然是最好 佛在或圆绝 圆绝那个成就叫辟之佛 像辟之佛 他也就是也能自立立他 所以不管是我现在 乃至这当中有一大段 没有遇见佛 只有可能的圆绝 甚至圆绝死都没有 等无差别 就回到刚刚上一堂课讲的 一切善法中 以发菩提心来供养佛法身 等无差别 见塔庙时 应以金银铜铁身所 防盖济月香油灯明 这边的范畴很多 供养之 若见鸟兽 见他毁坏 你不是拿一个金银铜铁来供 我们就这样 辟语 你要盖世 要不要这铜铁 要不要这泥沙 是不是都是供养 这原料 你不要说等庙盖好 我来供养一个铁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当要有这起塔庙 或者以塔庙以臣 你这东西都是可以供养 然后若见鸟兽 见他毁坏 要当屠治 少令尽 那暴风水火之所坏处 亦当自治 自若无力 那你要去劝发了 当劝人治 或以金银铜铁土木 若有尘土 这边的原料讲完了之后 那像围池呢 围池若有尘土 撒少储服 若有购物 以香水洗 你不要拿那明星花露水 香水是指向以前 我们的那个 有香花草类的 我们很恭敬 所以有那香花草 煮出来的 像我们的玉佛节的时候 那个是有配方的 那个是香兰叶 叫好几种配方 然后用来玉佛洗佛 是这样 你不要跟我喷香水 不是这个 但是有时候 我真的看很多小孩子不懂 他很诚心 他喷香水 我也不支持他 那我现在意思是说 我们不是以祸人之香 我们以自然的天香香末 那些东西来装盐之 所以香水洗 若做宝塔及做宝像 做完了 当以种种的繁盖香花来奉上 我现在有能力 当然可以学习了 我知道怎么布置 我记得我大概十六七岁 有一尊 我自己去佛光山寝的 那个瓷器的观音 那时候家里也不是富裕 我就用那些干净的手帕 然后那个瓷器 淘汰掉的 我就把它弄成那个梵 那是一个 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都曾经会像阿育王的那个 顽皮的小孩子学佛 那一个诚心而已 放在我的书前这样供 那个时期 因为诚心所致 经诚所致 然后怎么样 心识为开 我就常常梦到观心菩萨 那现在懂越多梦的越少 当然这个有其他的意义 我现在不细讲 因为你不能常常以这种见佛为信心 现在回到你法的行持 那我是希望能到观音或阿弥陀 有大事或说有一个你自己要有些东西要突破的时候再梦到就好了 那这样子不要有意义啦 就像那个佛也是啊也是我们众生的父母 我们在教导各位 你教导小孩子不要碎念 就像你一直看到佛一直梦给你梦 梦到后来就不知道佛要告诉我什么 在父母一样 教小孩子到后来 延伸鹤立的那一次 他警觉这个件事严重了 所以你见佛一定要有大事因缘 不是一天到晚在求见佛 因为真正见佛要从缘起里面去见佛 见自己的业感缘起 是不是 好 拉回来 怕这样远了 那么这个底下这边的这个文呢 你们能不能自己看 他这边是在尽量的把当时候佛佛时代 在印度时代的那个时空背景之下 这些东西或许对应到今天可能都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就是用你现前 那你的自心情心去做这样种种供养 而不要起种种的分别妄想执着 那里面的重点就是你自己能做 把他做好 自己没有办法做 你去劝发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做 或帮助我做 这些都是菩萨的性格 所以这边讲 若自无力当为他使 当为他使 我们刚才讲当为他使 就是说请别人 外在的因缘 他使而劝他人令佐助之 所以前面有讲 我自己做的时候 不要等到他使我才要做 但我现在不行 那没有办法做 那我就要请他去 把那个他的因缘创造出来 让这件事成就 那么底下 若人能以似天下宝 这个更扩大 所以从你自己能做的 那自他能做的 到以广大范围 若人能以似天下宝供养如来 有人呢 所以这时候讲到 你福不管修到怎么样广大 但是现在回到法 若人只以种种功德 尊重赞叹 自心恭敬 是恶福 所以所谓的 广修一切的 布施四乡的上好供养 道理一记一句 乃至一个心念 恭敬尊重 这两种的修法的福德 等无差别 这个就是所谓 如来身心俱足 身有为妙 三舌相 八十种好 俱足大力 心有实力 似无所谓 大悲三念 五志三昧 那种种的法门 种种的空志 种种的禅定 以达到六度波罗蜜 的这个人度 就已经到彼岸了 已经成就了 如果我们 以这些的内涵 去做种种这个法的赞叹 这个是我们真正能理解 更深一层的佛 我所认识的佛 是因为这些法 你体验到这些法 你体验之前先知 你知道佛法 已经不是最初 我所信仰向上的 这些法的像 原来法的内涵 是我现在知道这个事 而进而赞叹 这时候你从事修 慢慢进到法的理解 那以这样的理解 修出来的尊重赞叹的供养 那四则明 真供养佛 那所谓的 学面的叫假供养佛吗 你看听到这你就会到 前面叫假供养 确实也是假 但是他有没有假到说 没有功德 不是 那个叫缘起假 但他会有生灭的像 那真呢 那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心 是启发你亲近的心 这样的功德 是别人夺不走的 那云和名为供养余法 所以底下细讲 那细讲你们就看 你能做到什么 前面的事修不养 随力所致 那这法一样 你就观察 你要做怎么样的法供养 所以若能供养十二部经 那云供养法 那供养奢部经不是要你印经典而已 所谓的供养奢部经是你若能自信 第一个信 第二个欢喜 第三个受持 所以这里面很广奢部经 就是我们讲三藏如大海 但凡你能取一 能自受用 自信信乐受持 而能读诵 甚至你最后你还能解说 那这能落实在你的所说的修行 如说修行 这些都是叫法供养 既自为己 父缺人行 这样才名为供养奢部经 若能书写奢部经 既书写以种种供养 如供养佛 为处喜悦 若有供养受持 读读读如是经则 事则名为供养法 供养法是如供养佛的道理一样 可以种种的想法如法供养 又妇有法为菩萨一根 辟知佛人三根 三根三地 若信逝者 明供养法 319我们看 所谓的这个三根 319 319 OK 319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圆绝 然后这个 声闻圆绝 圆绝之圆绝 声闻之圆绝 菩萨之圆绝 所以圆绝就立根 那声闻圆绝 就从顿根 声闻圆绝 所以声闻圆绝就刚刚讲的 他从佛到后来 他可以自己修行的 叫声闻圆绝 那圆绝之圆绝呢 他本身的立根 他这个立根 久远皆来 圆绝之圆绝 那我们是从佛 到后来 能变圆绝 声闻圆绝 那菩萨之圆绝呢 因 这指我们现在 发菩提心 那这个果成旧的圆绝呢 就是我们最后菩萨 也走上 这个 这个 圆绝之圆绝 或声闻之圆绝 那三地呢 这真逐 真地 俗地 还有所谓的这个中关地 中关 回到中关 这个注视你们自己看 那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的这个法 过程 有这个三将 这个顿根 立根 那菩萨道 也不出这个范围 那么最后结语呢 若有供养 发菩提心 受此戒者 这个出家之人 像须陀凡 至阿鲁汉国 名供养生 所以其实这里 就是四十二章经里面 你要供养这个一般的这个二人 那你要供养一善人 那供养五百善人 那你不供养一个修行人 那你供养修行人 一国不能供养二国三国 是一路的分别 我们总是会分别 可以分别到后来怎么样 不如供养一个无修无正的这些真正的修行人 那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说法 那一样 那这个地方 从你供养发菩提心 的一般 一般人 到供养他发心又持戒的人 又供养他发菩提心持戒又出家的人 那不只出家 当然你要能知道他是一国之阿罗汉国 除非你比他厉害 那反正他是个描述 他是层层的那种供养的果报的书生就不一样 那总之他告诉你 这个范畴都是你要发起供养这样的一个修道人 那这个圣诞特别出家人 那你最初以观察这个出家人 他是以发菩提心而出家 礼当供养 礼当供养 若有人能如是供养佛法身 当知世人终不远离十方如来 常与诸佛行主作我 你没有离开佛 佛也没有放弃你 那这个就是又回到第一卷里面 你要礼六方礼十方 你就是回到普贤行的那个文句 身信诸佛皆充满 因为你的心是跟这样的法相应 你的知见已经打开了 是跟这样的理解相应 那才有所谓的 终不远离十方如来 因为不离开你这念的善法的思维 不离开你这样的正知见 所以常与诸佛行主作我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行主作我就是你的慈戒边 你是不会放异吗 不会啊 你但凡放异 你就被诀 你离开了清静诀 你离开了佛了 你合成 你流浪了 那所以慈戒就是一直保持长觉 我要被诚 舍离诚的攀染的境界 你在慈戒 然后你内心的执着放下这样的烦恼 那人回到念佛 因为这一章在讲念佛这件事情 所以你保持这样常觉 被诚 和觉 那和觉就是常与诸佛行主作我 的心是一样的 那你的行主作我里面 就不离佛的这些亲近戒法 所以三男子若有人能如说 如说 如说听闻那么多 那你要如说怎么样呢 要去思维 要去供养 你要去思维以多跟少的供养 这都是平等的 那如是三福田者 佛法生三田 当之世人于无量事多受利益 那这边就做一个这一期的课程的一个总结 虽然这七卷没讲完 但是重点一二三 我们要先把它绘通读懂 三男子菩萨二种 一者在家二者出家 出家菩萨供养三宝 事不为难 在家菩萨事乃为难 何以故 在家之人多恶因缘所缠绕故 所以有时候在家有时候就忘了 乃至像你要每堂来课 你每次来就要谁是家 谁是家人的邀约 谁是这个所谓世俗的事 所以是每次来上课 就是一种出家的悖尘和觉 你只要每次发心这样子的话 那有的时候当然不能来的时候 你就想到 对 多所缠绕 那你这时候就是出离心就会出来 你不会因为这样而放弃 这个吻不叫你放弃 是要让你说出离心的重要 出离心的重要 那忍辱度我终究还是没时间讲 但是那个忍辱法那个地方 你们能不能自己看一看 因为你们的思维先看一看 对 对对对我安排就是世界人 就要请他帮我们先建立 对对对好 那我就放心了 这个很善巧 让师傅放下 所以刚刚师傅代表写忍辱法 讲义补充讲义那个 就你们自己完成了 好不好 这个向下文长负债来 因为我是 我们不 startups 要擠 die 可以 可以 可能 因为 这 这 程 准